大家好 这里是苏雅河批评书 我们今天说讲中国的经济 我最近是在网上下转悠 完了以后就发现了三个 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新的一个经济现象 只能拿出来分析分析 基本上我可以 一个现象我可以给出一个 我们个人层面的一个应对的 一个解决的方案怎么办 接下来怎么走 怎么去确保我们的生活不至于太惨 第一个事是什么呢 就是房子了 中国现在目前一枝独秀的 产业就是房地产了 因为政府它也没有别的招 实体经济也不行 互联网也被细胞子搞死了 完了以后 现在就主要是靠房子了 来拿动GDP了 那已经拉动一些相关的一些建筑的 其他的一些辅助产业 但是现在房子出现很大的问题 就是什么呢 一个明显的标志 就是我看到一个数据 说各地的房贷出现了大规模的断供 很多人都断供 说现在这个尤其是一些个中等城市吧 也不能说是中等城市 有些个大城市 比如说南京 比如说武汉 这种也算是大城市 比如天津 北京上海还好 广州也还行吧 深圳都有这样的情况 就出现大量的这个法派房 所谓法派房就是什么呢 就是还不起了呗 还不起就扔给银行呗 银行然后就就就就就就请法院去去拍卖呗 然后低下去出售呗 然后银行回弄点资金呢 回多少算多少免得自己就去去去去 银行也会破产那好吧 是不是说这个法派房相比去年这个时候增长了128倍 这是个很惊人的数据啊 非常惊人的数据 说明大量的人呢 已经是没有能力去供房子了 贷款还不起了 只好只好跳楼嘛 这所传说中的跳楼就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传说中跳楼 以为是真的有人从房子上面 这个什么什么跳下来 也有 但是少 主要是指你还不起贷款以后 干脆把楼就扔了 扔到地下算了 扔给银行算了 这叫跳楼 知道吧 所以有些个人呢 现在就开始惊呼啊 有人说啊 这么多法派房 我们去买房子吧 且慢 听我跟你说道 说道 且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大量的房子当工 只有一个理由嘛 就是 就业率太低嘛 很多人都没工作了 没工作就没工资嘛 没工资就还不起嘛 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 比如我 我以前也在北京 也贷款也买过房子 那个压力蛮大的 虽然那个时候 一个月才还三百三千多块钱 但是你想想 你对于一个 就就我称之后 我把自己称之后是三无人员嘛 是不是 没有单位 没有这个 没有 没有社保 也没有什么 什么 什么 也没有 反正就是各种 有人说是社会闲资人员啊 我更爱用这个后面这个词把自己定位啊 就典型的社会闲资人员 但是我是一个写东西的呀 是不是 我那时候就为了这个每个月必须要还的三千多块钱贷款 我压力特别大 我必须要拼命的写稿子啊 写了大概一两年以后呢 我就感觉到自己压力才慢慢的缓过来 为什么呢 我发现还这个贷款并不难 但是在你没还的时候 你没有一分钱收入的时候 你是一点底都没有的 我那个时候大概后来一个月能够写到万百块钱吧 那很早了 那是2000几年的时候 年二年三年的时候 原来觉得还起来不难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想我一样能够写文章 也不是说每一个时代都像 我那个时候想可以靠写文章能够赚点生活费啊 像今天我如果在北京 如果我有贷款 我真的一分钱都还不上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文章都被封死了 没有地方发你的文章 没有地方处理的书 没有地方连功号都不让你办 直接给你封死 你说你咋办吧 这个包子狸啊 他这套东西啊 他完全是把所有人都管死 真的是 你现在公务员也不行了吧 昨天说了一期公务员的 很多人觉得挺痛快 公务员你想想 你把你的绩效工资一扣 你的一般一个月 如果有一万块钱 大概有6000块钱 基本工资有4000块钱是绩效工资 你如果把这个4000块钱的绩效工资和奖金金贴都给你扣了 那你基本上就是非常的非常的拮据了 非常的不好过日子了 你根本也没钱去还贷款了 何况现在有很多个年轻人 他真是他不知道生活的艰难 中国有句老话 就是分钱难倒英雄汉 你在没钱的时候 你真的一块钱一分钱 你都让你特别的为难 你知道吗 所以我还是一句话 那么你中国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安全感 是不是你不像日本人 你不像韩国人 你不像甚至你都不像美国人 你想想你一没钱 那真没钱 没人管你的 你说你在日本 在韩国 在台湾 这种一半是市场 一半是福利的国家 你如果第一年没钱 政府会给你发点钱 不至于让你饿死的 是不是 你去医院如果看病 他不至于说你没钱 就不给你治病 所以就让你慢慢分期付款 是不是 你在这些国家 你生活久 你会发现 你去超市买一个碳 比如说你今天买了大概1000块钱 1000块人民币的这个肉啊 鱼啊什么吃的东西 你都可以分期付款 你就在这个结算的地方 你就可以办这个手续 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你想想 你在中国没有人 你没钱了以后 医院就直接把你赶出来 没钱了以后 你银行都不会让你进门 你没钱了以后 你就等着饿死 你还想着去还贷款 还房贷 怎么可能呢 所以我在中国生活 我是最没有安全感的 我永远要让自己存一余钱 这是很土别啊 真的很土别 我到现在为止 我还没改过来 我就觉得我很不适应 我现在如果说我设想一下 我哪天要是真的没有收入了 这个国家 这个政府会给我发救济金 会让我吃低饱 怎么可能呢 我觉得不可能吧 我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东西 就处在这种心态 但是话说会 你在中国 你真的要有这种心态 你真是 你一旦你跌入窘境的话 你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 如果说你父母呢 条件还可以 还可以接近你一下 如果你父母都不行的话 真是 真是喊天天不应 喊地底不应 没人能够帮你 我跟你说 我在最困难的时候 我爸条件还可以吗 然后我给他打了个电话 我爸就是 一声叹息 他也知道年轻人创业不容易 打拼也不容易 然后就是坐了火车 跑到我这里来 给我从口袋里掏出那2000块钱 我那时候觉得2000块好大一跌 哎呀 说得了都是累啊 所以这个房贷 大面积的出现断供的潮流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所以我告诉你 第一啊 如果你不是特别的有大量的现金放在手上 我觉得买房子要小心点 要小心点 但是你如果特别有钱 家里的钱多的花不完 动不动就上千万的存款在那里 那你当然买房了 因为你可以炒啊 是不是 所以今天这个时代 它就是这样子的 你越有钱的 你越容易赚到钱 炒房啊 炒房以后 过两年又卖啊 完了以后 你一下子就赚几百万 没有任何所谓的投资 能比在中国炒房子 能赚更多的钱 这是真的 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我跟你说啊 所以呢 如果说你是 就是靠一点薪水 工薪来养家糊口的话 买房小心点 第二就是法派房 建议你不要买 因为大量的法派房 都是一些这个 比如说是空置楼啊 或者是有各种问题 你知道吗 你都不知道 有一天你会遇到什么法律上的纠纷 我是建议啊 不要买这些个房子 这是第一个消息 一说就说了八分钟了 我们再说第二个消息 北京啊 北京这边出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这也是我过去没有这个预见到的 就是北京现在开始抢人才了 北京市政府出台了一个什么全国抢人才的一个打分的标准 很多有钱的啊 你说上你可能有点学腻啊 你年纪也没有七老八十 完了以后你还有点这个赚钱的能力 你可以去北京打分 你可以申请北京的这个永居啊 或者是甚至申请北京的户口啊都有可能 为什么呢 我们去年这个时候上海也开始搞这个事情一言以蔽之 这些个北京上海 这个广州这些个城市 他的财政相当紧张 中国的财政他紧张的不是表象为真是每年的财税收入 然后直线下跌不是 而是什么 而是这个养老金 社会保障养老金这块 它是个无底洞 大量的亏空 政府他收了再多的钱 他也必须把这个钱填到这里面来 完了以后越填越深 你知道吗 所以在中国现在出现很多有趣的事情嘛 要延迟退休 还要延迟你这个养老金 就恨不得你你明天死 今天我给你发一天 我甚至不给你发我就好 那个西包子他们现在最巴望的就是 这帮老东西全部都给死了 所以你看他现在抢人才的目的 他不是抢人才 你以为呢 你说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 完了以后我买了三套房子 我买了好的台车 然后我这个成为这个城市不知道交了多少税 到最后他也不会给我一个东西 是吧 我就气不过是吧 觉得你非常的无聊 你说我们现在一离开中国 你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优秀 你该交税交税 你这个国家的所有的福利 这个国家所有的权利 自由什么你全拥有 而且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你可以自由先行我想住哪就住哪 没有任何的问题 你说这个 你说这个中国 他就是个人间地狱的 搞这些事情干嘛 你这会要抢人才了 那你真是抢人才吗 那显然不是 是因为财政 尤其是社保养老金 这个东西 巨大的一个无理东西 他必须要通过一个庞氏骗局 庞氏骗局 要把你那个新鲜的人才要挖进来 然后让你给他输血 让你给他这个流血流汗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可叫的别信这个就是所谓的抢人才 我跟你说 如果你真是个人才 这是我给出的一个解决方案 如果你觉得你在北京 你在上海 你真是个人才 我告诉你 你这个人才的话 你还不如去日本当人才 你去韩国当人才 你去台湾当人才 台湾去不了 你去美国去加拿大当人才 分分钟的事情 绝对没问题 然后叫做一脑永移 完了以后享受自由富足阳光 完了以后这个充满个性的生活 你干嘛要在中国的这个北京上海 然后共产党这种邪恶的政权 然后去流血流汗的有病啊 那第三个消息也更有趣啊 去讲什么呢 去讲说浙江啊 浙江现在前一段时间 包子里不出台一个措施吗 要共同富裕吗 浙江是这个什么 共同富裕的试点先吗 完了以后今年搞完吗 明年向全国推广吗 现在浙江的省委书记出来喊话了 喊了一堆的看上去很装逼的话 其实是使这个游戏啊 出现了大问题 而且有可能玩不下去 为什么呢 他讲他是怎么喊的 他说这个我们所说的共同富裕 我们党所说的共同富裕 他不是说要把所有人的钱拿出 那平均分配 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是先要把这个蛋糕做大 我们是说了半天 其实也没说明白 这个中国人的共同富裕 这个东西 我为什么坚决的反对呢 是因为还是叫做什么 什么叫观念志学 从从城市物馆开始就有这个 还叫就是什么啊 君贫富是吧 狗富贵物相旺 就是你他妈犯了财以后 你不要忘了我了啊 你看今天那么地牢屏的是什么 让一部分人先扶起来 然后再带动另外一部分 一部分一起富裕 那不就是狗富贵物相旺吗 他有什么毛区别呢 是不是 就是所以这个共同富裕 君贫富 打土豪分田地 这是中国五千年文化 至少是两千多年的文化 他就这么个在我们的血液里面的 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就顽强的 生长了这么一种野性的 这么一种这么一种观念 知道吗 任何人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一旦你共产党你作妖 你搞什么共同富裕 一旦有一个土匪 比如梁山伯的所谓的英雄好汉 一旦你举出一个旗帜 就是我要均贫富 一旦你共产党举出一个大土豪分田地 我告诉你 中国的每一个人 包括你包括我 你会一瞬间的热血沸腾 卧槽 时代的洪流来了 是不是 我赶上好时候了 我干一票 让我的加州发财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的 让我自己发财 当官发财 死老婆 绝对就就就就就这么上来了 你不用非老鼻子劲的去赚钱 你就通过这个共同富裕 通过这个大土豪分田地 通过这个均贫富 你就可以夜之间 从一个屌丝变成一个有产阶级 这多好的事情 这是每个中国人 梦想的 理想的生活 是每个中国人的真正的桃花源 才是这个东西 你知道吗 所以共产党一旦搞什么 上一次搞什么什么 打土豪分田地 大量的流氓无产者 就在那里抢劫 吃喝嫖赌抢劫 那这一次习近平搞共同富裕 我告诉你浙江这边 你哪怕我就设想一下 你浙江省的省委书记 你在说这些话 什么共同富裕不是要简单的粗暴的 分配财富 而是要什么 要共同发展 是不是 要允许阶梯式的发展 你说的好 老百姓他不怎么认为 所以就是我们说过一句话 中国这个社会就是什么 那就是如果上面的人有点老瓜子 下面的人呢 基本上就是就是一群可以吃吃喝喝 混吃等死的人 就不会就不会作妖 如果上面的坐的坐的那个人呢 是一个二百五是吧 是个宠货 那下面的那基本上就是就是一群疯子了 知道吧 如果上面那个人呢 基本上就是个精神错 那就像习近平 他个精神病 知道吗 那么下面的人我告诉你就是什么 就是一群这个什么人吃人的魔王 大鬼小鬼一起上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的共同 是中国社会的一个 一个基本的图景啊 所以我我我我我通过这个三个消息 我就发现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比如浙江最后一个 我还没跟大家制一个支招呢 没有说怎么办呢 就浙江你你如果但凡你生活在浙江 你你一定要一个 我称之为叫直觉判断吗 当共产党喊出共同富裕这个词 你基于你是一个中国人 基于你对你的中国历史的一个了解 基于你对中国人的观念秩序的一个理解 你会你你都不用思考 你可以在第一时间一秒钟你得出结论 瞧赶紧走赶紧走 是不是但是可惜这个中国人很多人 有些还是我的朋友 你跟他说他听不进去啊 这个东西我能理解的啊 就是我为什么老是讲着讲着我会讲圣经 就是圣经里面很多个事情 他都跟你通过一种讲故事的方式 通过一种比喻的方式跟你说出来的 人要离开一个地方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什么 出埃及记里面也是也是这么讲的 为什么犹太人出埃及就这么麻烦呢 一路上就骂骂那念 恨不得所有的人就团结起来 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摩西给宰了 是吧 我们在埃及挺好的 有肉汤喝有饭吃 是不是 还有还有班上 干嘛让我们出来挠这个挠这个劲呢 飞这个神呢 是不是然后好不容易过了红海 然后又又觉得看不到希望了以后 完了以后一帮人又在那里 又围着这个篝火 又在跳舞 又在这个搞各种妖娃子 又在这个 把女人的金耳环拿出来以后 又搞了个金流堵 他看不见远方 他就在当下 他就搞一个东西 就哪怕共产党把你迫害的 跟什么似的 根本不把你当人看 你还觉得共产党 中国这个地方还能待 还不至于吧 很多人都跟我这么说的不至于 他都喊出共同富裕了 中国的民情秩序就是个打土豪分田地 这么一个历史 就是个社会 中国的历史就是个军贫富的历史 你现在有几个钱 你还不走 不抢你抢谁呀 谢谢大家